消息委會接駁多宗投訴 醫療儀器售後服務不好 要求政府設立規管制度 其中一個投訴人在藥房買血糖獅子 但發現只是適用舊型號的血糖機 那個投訴人到藥房要求更換 但對方又說他更換一部舊的血糖機 那個投訴人最終買了舊機 但之後又發現包裝盒上顯示儀器過期超過三年 採血針亦都過期年半 那個職員拒絕更換 最終經消委會調停 消委會就說 現時沒有特定法例規管醫療儀器的製造 進口、分銷、供應等等 消費者只可以參考衛生署的 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名單 但制度是自願性質 期望政府更加嚴謹規管